但那个位置操纵空间应该不大 后续比较被动 对 尽管是看到SSC防区的人不多 也想找这波机会 这波机会如果能把防区先清掉 补充一波物资后续还能再多 转移 隔着烟的一颗雷效果不错 两边都是互相隔着烟扔雷 但是Roth的雷起到了效果 还能玩 打这个包还能玩 继续拖 金姐这里有点受不了了呀 倒地两人 能服一个 蓝军手榴弹搞完之后 能空点路 Pero这远处枪线一直在打 说实话一个人打两个 其实也有机会 对吧 优势没有说那么绝对的大 肯定打不了 头上一会儿要来其他队友的枪线 天霸后续也可能会 对他这个位置有想法 对 天霸已经在圈边了 后续的圈形如果把天霸切出去 可能会对T5 以及17那个位置 做一些动作 Pero扎到了一个 大的嘛 礼谱哥的车已经开始冒烟了 就这个位置 然后架架枪把动友送过去经典的反坡 看看能不能扔道具 这是牛HIP的机会 牛HIP 好 架枪的礼谱哥直接被匆匆给打掉了 这个很关键呀 这个枪线没了的话 牛HIP就可能LG 然后一个人扔完了 下一个人接着扔 是的 然后提前把这个烟给他散起来 看看自己的枪线能不能稍微展开一下 这个时候SQ过来帮忙呢 SQ过来了 SQ现在肯定要拿分的 LG现在阵线分的这么惨 分的这么开 对 牛HIP也是一个打下的话 而且 依靠这个反坡能做很多事情 Pero把XF也扶起来了 太好了 现在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加油站的这一侧 加油站 三路特换了一把喷子 推子卖的很有意思 他就始终对着加弹一下 牛HIP已经是靠腿贴到了SQ的反坡 的角度 是的 确保石器不会在这一波拉过来 石器也一直在等 嗯 RG有动作了 RG明确的看到牛HIP在和Pero打 他主力放在石器身上 双方各换一个 各换一个 对 Pero手里还有雷 还能再进 匆匆换个位置 这个人上屏 差一点点 退退退退 刚好 但是小伟一个雷放到Snickers 好雷 这波Relo的位置有没有被排出来呢 两个雷直接先把Snickers打补 另外一边黄玉明被沙月放倒 对 是的 而且出洞口的话 这个蓝圈啊 伤害会很高 这扶起来 扶起来就不给分 扶一扶 好 嗯 因为卓子轩的闲儿比较多嘛 还是想操作一下 嗯 这个没办法 也根本出不去 是的 然后小伟一个人过来找牛HIP的麻烦 提前部署 但这颗烟封起来之后 Timing不是很好 小伟被刷员秒了 要不他并没有起来 这个时候LG的Flad还会做什么呢 LGFlad 我看他一点点往前蹭 还是不要给LG机会啊 这一侧两队如果打得 太沉迷的话会放掉 LG的人 明明也是压制住了一枪头 12这个过点被速九抓住 5 2打2 又是决赛圈的速九吗 关键先生啊 实际非常 Flad就只能趴着往前去走了 从从发现了 嗯 可惜上没有雷了 要不然这个位置独牢还是很好轻的 JYB 还是没有尝试救人 是的 有点小掩体 然后把这个掩体压到了最后的篮圈 跟着篮圈走 这梅花庄看时期对烟雾弹的控制力了 就这个烟雾弹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在这个决赛圈 Oli Ghost 秒了松松好像就是一个穿烟的 就隔着烟边 秒到了松松的方向 因为从小你抢这块石头 但是明明的下一个 还是很硬 最后一打一 一枪头 明明会救人嘛 但是看到发落为主 又是一枪头 又是一枪头